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高质量发展 一个大公司是2018年首届进口波浪会 唯一的放疗行业的参展商 当时在中国首秀的世界上首台高床墙 此工队放射治疗系统 对很多医生来说提供了一个新的手段 去治疗癌症患者 通过进口波浪会 我们很快从展品就变回了商品 基本上在中国最顶级的放疗中心 已经开始投入临床应用 这就为很多难以治疗的一些癌症提供了 进一步进行治疗 甚至能够挽救生命的希望和手段 2018年首届进口波浪会之后 公司很快就在中国成立了 一个大中国投资业公司 进口波浪会是一个平台 不仅仅是厂商在展示新技术型产品 同时为采购商使用者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了解产品 了解技术的平台 同时让更多的采购商联成一体 比如说魏经纬会组织很多的医院 集体采购 这样的话也降低了成本 让更多的产品能够很快地进入到市场 我们从首届进口波浪会 就依靠进口波浪会的平台 跟国药集团旗下的医疗器杰公司 进行了很多战性的合作 他们的网络系统覆盖全国 跟他们合作 就能够让我们作为一个专业化的公司 所不能覆盖的地区 他们能帮忙我们进行延伸 中国市场是一个混合性的市场 中国市场既涵盖了高端客户 也同时涵盖了还在继续发展的一些客户 这样在中国研发生产技术也好 服务也好 解决方案也好 满足了中国市场的需求 就能满足全世界的需求 在中国和中国的央企 国企进行合作的话 既能够缩达研发的流程 也能够在这个基础上覆盖中国的同时 覆盖全球市场 也希望这个合作不仅仅会进到我们大的城市 更主要的人会进到基层医院 让更多的患者能够少花钱 而不需要到大的城市 早期在中国成立合作企业 是外资企业想尽快地进入中国市场 想尽快地了解中国市场 同时在中国市场需要技术 需要资本 现在成立合作企业 概念上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不仅仅是任何一方需要这 而是双方都需要 在技术上 在资本上 在市场上 共同努力 共同发挥双方的优势 因为中国的人才聚集优势 因为中国的制造能力 因为它的全产业力 希望在中国的解决方案 为中国 为世界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